各位朋友大家好 眨眼一年的时间又过了 现在已经是三复天了 今年2024年三复天的初复日 就是7月15日 初复和尾复都是各10天 中复它会跟着不同的年份 可以是10天或者20天 今年刚好就是20天 所以今年2024年三复天的初复 就是7月15日至7月24日 中复是7月25日至8月13日 而末复就是8月14日至8月23日 其实三复天是代表一年之中日照最长 气温最高的时期 也是终于认为阳气最旺盛的时候 在三复天期间暑气逼人 人为了顺应天时 就处于一个 阳性于外 而虚于内的境界 你的皮肤会松弛 毛孔会大张 你的汗会增加多了 那就容易导致阳气酸说得太过 造成身体里面 阳气缺乏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过度饮食系动的食物 就会导致你内寒过甚 就会令你身体里面的阳气 更加衰弱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 跟大家讲一下 三复天的饮食遗迹 这段时间人体的阳气是最旺盛的 所以适当饮食 是能够 消暑解热 还可以调节身体机能 增强抵抗力 所以我们第一就要喝多些 热水 热茶 和姜茶 这样我们会适当出汗 那就是中医所说的 发汗解表这些功能 那就可以 有发表邪 驱散你的风邪 起到疏通表里 清热的作用 第二就要记食些什么呢 新辣 油腻 生冷 容易发的 容易引起过敏的 这些食物 就好像 虾 蟹 海产类 花生芒果 或者煙和酒 这个天时 我们要多吃一些 烧鼠去火的食物 因为三复天容易上火 导致你的情绪繁粗 忧虑 容易激动 容易失眠 所以我们可以试下吃 绿豆 苦瓜番茄 这些比较盛凉 清暑的食物 特别是绿豆 传统 解暑降温的佳品 因为它有丰富的 蛋白质 脂肪 胡萝卜素 维他命A 这些可以帮我们 清热解毒 烧鼠泥水 同时要多吃去湿的食物 因为湿重 可以吃红豆 磁实 二米 尺小豆 大麦 将它来煲水喝 因为 二米磁实 福苓都有利湿的作用 而红豆 可以利气 大麦 可以健脾利尿 清热解暑 平胃止渴 还要吃些养皮的食物 因为夏天 长夏时候 我们是要养皮的 就好像 磁实 福苓 莲子百合 可以煲汤 福苓 陈皮 白扁豆 甘草 这些 焗水喝 也可以 同时要选择一些 益气 又要养阴的食物 就好像山药 大棗 海参 鸡蛋 牛奶 蜂蜜 莲藕 木耳 豆浆 百合粥 因为这些可以 增强你的体质 至于肉类方面 我们要 小心去选择适合我们食用的 可以适当地吃一些 暖食的羊肉 因为羊肉的脂肪 胆固醇含量也少 它有丰富蛋白质 钙铁身 这些多种的微量元素 和养生素 所以它有保温的效果 就利于发散滞留身体里的寒气 而食鸡肉这些高蛋白质的食物 就可以帮助补充体力 而猪脚的营养 豐富 有多种的维生素 蛋白质 脂肪 和碳水化合物 钙 铃 铃铁 这些矿物质 所以中医认为猪脚是好的 可以补血 甜腎精这些功能 特别适合老年人和体药 血虚人士食用 至于曾经上传过相关三伏天的资料 我会重组 然后再分析给大家知道 让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好好把握 养生最佳的时机 多谢你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